委外邊坡的施工廠商東興營造 目前瞭解是工具主任李主任 有駕駛工程車巡視工地停放在公務所前 進入公務所後 於是這個煞車未警任 造成留意 詳細的原因目前 運安會 也以匯同鐵道局在調查中 確定罹難者人數就是51人 不過就現場人員回報狀況來說因為 比較內側在隧道內那邊光線不良 目前消防人員仍然在持續搜尋 可能會有一些遺體的部分 所以人數有可能會再上升 那我們會隨時更新最新的人數 你提到因為我們剛才運安庫這邊 也有說明 我們會去調這個煞車的這個攝影機 來確認一下 這個時間點 那後續有相關的一些影像資料 會比較清楚的了解 實際的狀況 那目前 掌握到的訊息 是 這個工地主任是早上 到 縣 有了解 有 有